两名年轻男女大半夜 街头拉拉扯扯 男方想靠近 女生却后退 接着还拔腿狂奔 后方紧追过来 戴着帽子的年轻男子 就是SBL球星 绰号钢铁人的周伯承 因为喝得烂醉 快分不清东南西北 追逐过程中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爬起来后 努力往前要继续追 原来两人在电梯发生争吵 周伯承竟然抓着女友头发 推他撞墙 当时周伯承女友 跑到派出所来报案 原谨见他眼角欲亲 嘴角流血 立即通报加报中心 或周伯承女友表示 他只是来备案 不打算提高 希望学弟们 可以在HBL决赛大放异彩 在镜头前 替上场比赛的学弟加油 周伯承给人印象 都是温和有礼貌的年轻人 而律师女友留着长发 外形亮丽 健美阳光 两人经常在脸书晒恩爱 也常出席球团活动 消息一出 让其他球员相当震惊 周伯承现在是SBL 律龙队大前锋 是未来中华男男的 明日之星 跟女友交往七年 但过去场上 也曾因为对手动作太大 挥拳遭到竞赛罚款 这回打的对象 却是自己女友 就是昨天有和 跟女友严谨小小的争吵 然后可能有些拉扯的动作 今天早上 我也有跟我们的保护金 羽龙球团表示 事件严重影响球队形象 将重罚十万元 SBL潜力大前锋 贪杯喘祸 不止伤了女友 更影响球队 跟支持她的所有球迷 记得阿公亚麦 周观展台北报道